親愛的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 平安 很高興跟大家一起聚集在這邊 我們今天要進入戴象節的第三個主日 那在還沒有分享之前呢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個故事 有一對很貧窮的姑父呢 他們每天都跟神祷告說 希望神可以吹聽他們的禱告 讓他們可以讓他們的經濟可以有轉圜的餘地 讓他們可以變得比較富有 那有一天呢 有一個天使在祷告的時候就出現 這個天使跟他說 親愛的孩子 神的恩典領到你了 神既然願意祝福亞伯拉罕 他也願意祝福你 所以呢 他就跟他說我給你三個願望 三個願望 哇 他祷告的時候 祷告完 他就跟他太太說 我們來商量一下 上帝說要給我們三個願望 你覺得我們應該從哪一個先開始 他們會選擇什麼 財富 他們第一個就跟神說 那神啊 我要一千之養 可是神跟他們說一件事情是 當我祝福你的時候 我必加倍祝福你的鄰居 他說沒有關係 好 隔天早上起來 他一看出去 哇 一千之養 這是太棒了 他們沒從早到晚 好高興 好開心 還煮了很多大餐一起慶祝 到了晚上睡覺的時候還是好開心 欸 就睡著了 隔天早上起來呢 他就跟太太說 欸 不行不行 我們呢不能這樣 這一千之養齁 如果沒把它圍起來 一向子就跑掉 所以這個先生呢 就說欸 那我去圍 我去把那個羊群圍起來 好 那天早上他就出門了 他要去圍這一千之養 當他在圍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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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圍的時候 他聽到了一件 妹妹 欸 什麼聲音 他就跨過了另外一個山頭 他會看到什麼 哇 更誇張 我的鄰居幾隻養 兩千隻養欸 你心裡覺得怎麼樣 他心裡想說可惡 為什麼他有兩千隻 我只有一千隻 哇 他就很難過 整個喜樂完全都 然後 消失了 從當他看到鄰居這兩千隻養回去 笑得出來嗎 笑不出來 從中午回去到晚上睡覺的時候 完全笑不出來 甚至 連他晚上睡覺的時候 他都還覺得怎麼樣 喔 怎麼這麼不公平 怎麼這麼不公平 為什麼他有兩千隻 我只有一千隻 可是呢 一直到清晨的時候 他又想到一件事情 欸 對喔 上帝說 他要給我三個願望 所以我還有兩個 那沒關係 我可以慢慢用 所以他心裡就比較喜樂一點 但是這個先生 跟他的太太一直沒有孩子 所以他們第二個願望 會許什麼 上帝啊 你給我一個孩子 欸 有了第一次的經驗之後 第二次他太太懷孕的時候 他覺得嗯不錯 上帝有承聽我的禱告 所以呢 他們就開始準備 迎接當爸爸媽媽 當他太太領盆的那一天 是禮拜六 隔天是禮拜日 他想說 我要去教會 禮拜的時候 跟大家說 我的太太 為我生了一個可愛的孩子 當禮拜呢 在唱詩歌的時候 他就想說 嗯 那最後報告的時候 我一定要到台上 說這個見證 唱完詩歌的時候 當他要起來 到台前的時候 你想 誰比他更兼起來 他的鄰居 他的鄰居說 哇 感謝主啊 上帝昨天吃給我們 一對雙八胎 這個人 心裡會怎麼想 他有出來嗎 沒有啊 他就繼續坐下 回去那個心情簡直是 蕩到谷底喔 回去那個心情蕩到谷底 那他怎麼 怎麼辦 到了晚上的時候 他想到他有第三個願望 你覺得他第三個願望 他會怎麼許 當他祷告的時候 他跟上帝說 上帝 請你挖掉我一隻眼睛 他跟上帝說 上帝請你挖掉我一隻眼睛 這時候上帝問他說 為什麼你要挖掉 你的其中一隻眼睛 他跟上帝怎麼說 因為當你挖掉我一顆眼睛的時候 我知道我的鄰居 兩顆眼睛 也都會被挖掉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看到他 這麼好 這麼滿足 所以我希望他永遠都看不到他的好 這時候上帝好久都沒有回應 上帝好久都沒有回應 當他在抬頭的時候 他會看到什麼 上帝哭了 上帝哭了 上帝為什麼要哭 上帝跟他說 亞伯拉罕的子孫 你為什麼要把這個祝福 變成傷害 你為什麼要把這個祝福變成傷害 神是不會答應你的要求 不是神不守信 而是你把這個祝福變成傷害 神的祝福是要彰顯他的榮耀 可是愚蠢的人他做了什麼事情 他把悲傷留給自己 還讓上帝在後面流眼淚 他把悲傷留給自己 他還讓上帝在後面流眼淚 親愛的弟兄姊妹 今天我們看的這個是 一個葡萄園的故事 如果我們剛剛有讀經文 這節經文很長 但是它是一個比喻 它是一個比喻 在今天你讀到這個故事的時候 你會有什麼樣的感覺 在你的眼睛裡面 你怎麼看上帝的恩典 你的心裡面你想上帝的恩典是什麼樣的 今天一大早進來工作的那一個人 他一定是怎麼樣滿心期待 而且他覺得這個價錢非常的合理 他才進來工作 原本的故事應該怎麼演 到了下班 領了工錢 帶了老婆跟小孩一起去吃牛排 對不對 但是這個故事到底怎麼演 被一個錯誤的期待 完全給毀了 被一個錯誤的期待完全給毀了 當你在看這個故事的時候 你有什麼樣的想法 這個故事要告訴我們 什麼 這個比喻要提醒我們什麼 上帝是公平的嗎 神是公平的嗎 神是公平的嗎 這個比喻提醒我們 你要思考兩個問題是 你怎麼看上帝 我們怎麼看上帝 我們怎麼看我們自己 我們怎麼看上帝 我們怎麼看我們自己 在第一節的時候 他說天國就像葡萄園 好 那我們知道了 這個比喻是在告訴我們 天國就如同一個葡萄園 所以呢 在舊約裡面 有一個部分是在說 葡萄園是誰管理的 就是神管理的 神是這個葡萄園的主人 那他公平嗎 那他公平嗎 如果是上帝 他應該非常的公平 對不對 在我們心裡面我們就覺得 上帝一定要非常的公平 因為他給我們每一個人的恩典 都是一樣的 上帝公平嗎 但是在這個被固的這個功能 他覺得上帝公平嗎 他覺得上帝不公平 他覺得那個葡萄園的主人不公平 所以在今天這一節經文裡面 我們要來想上帝的心意 神的心意到底是怎麼樣 我們知道知足常樂 凡事先是我們基督徒應該有的 一個結出來的一個聖靈的果子 一個聖靈的果子 但是我們知道 人類犯罪之後得到一個毛病就是 就是什麼 想太多 這個功能當他來的時候 當他看到前面 比他晚來的人開始領錢了 他也領一個銀子耶 那他會想什麼 啊我從早上做到現在 我會怎麼樣 我一定 啊不好洗啊對不對 他這樣做一個小時就領一個 我做那麼久 我一定領更多 他心裡想太多 他想說我一定賺很多 但是 他這個想太多的毛病 有讓他變得更快樂嗎 沒有 他的喜樂完全不見了 耶穌跟他說 我並沒有 我並沒有多給別人 就少給你 我並沒有多給別人 就少給你 這個葡萄園的主人 他按照的約定 還是一樣給他一塊錢 還是給他一個銀子 還是給他一個銀子 上帝說我並沒有多給別人 就少給你 你在鬧什麼 啊 他覺得啊怎麼這麼不公平 怎麼這麼不公平 親愛的弟兄姐妹 一語點起夢中人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我們時常 台語有一句話說得很好 我們都講挖來怎麼樣 跨挖挖 當我們在吃 當我們在看自己的時候 我們都覺得別人的 比較好 我們都覺得別人比較好 我們覺得怎麼樣 別人的家庭好像比較幸福 別人的身體好像比較健康 為什麼他有這麼優秀的孩子 為什麼他有這麼好康的工作 為什麼他有這麼賢慧的妻子 為什麼他有這麼迷人的身材 為什麼他有這麼粒子的皮膚 親愛的弟兄姐妹 上帝會給一個人的時候 一定是照他的所需 一定是照他的所需 如果你覺得上帝不公平 那一切都是錯覺 因為上帝給他的 必定是他的需要 神給他的必定是他的需要 我們想知道 神是一位公平的神的時候 我們要反問一個問題是 我們怎麼看上帝 每一個人 在每一個人的信仰生活裡面 我們一定有我們自己的想法 去想 去把上帝 限制在我們那個框框裡面 今天當你覺得神不公平之後 你要反問你自己 欸 你是怎麼看上帝的 在你的心裡 你用什麼想法 你用什麼眼光 你把上帝設定什麼樣子 你是用什麼方式 來看上帝的 我們是不是在上帝 放在我們心中的時候 我們覺得 他應該成為我們想的那個樣子 所以今天這節經文呢 要告訴我們 上帝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上帝 他是一個滿有愛 慈悲跟憐憫的神 他是一個滿有愛 慈悲跟憐憫的神 究竟神怎樣才公平 在今天的故事裡面 我們要去想 究竟神怎樣才公平 在這個故事裡面 他怎麼樣請那個功能 他怎麼付那個功能錢 他怎麼對待那個功能 怎樣才算是公平 親愛的弟兄姊妹 這裡告訴我們一件事情是 神必定會按照他所需要的給他 神必定會按照他所需要的給他 在下午五點的時候 剛剛我們讀的經文 他說葡萄園的主人 看到外面還有人站在那邊 他去問他什麼 他說你怎麼還在這裡 他跟他說因為沒有人拼請我 所以他到最後一個鐘頭 他還在等什麼 他還在等工作的機會 他等到最後一個鐘頭 他還在等一個工作的機會 所以這個葡萄園的主人 他知道這個人有需要 他說不定真的很需要這個錢 拿回去撫養他的孩子 撫養他的爸爸媽媽 所以神知道他的需要 他就因著憐憫邀請 這些人進入到他的葡萄園工作 當他在葡萄園工作的時候 神用恩典對待那原本 不應該進來的人 神用恩典跟慈愛跟憐憫 帶領他們進入到葡萄園工作 親愛的弟兄姐妹 今天如果你是葡萄園的主人 你難道不知道 我今天的工資應該放多少錢 你一定知道你要怎麼付這個人的薪資 但是神因著憐憫跟慈愛 他知道這個人有需要 所以他邀請他到葡萄園 他邀請他到葡萄園 所以我們知道我們的神是充滿愛憐憫跟忍慈的 神在行公平行公義的時候 他都是以愛跟憐憫跟忍慈為起頭 為起頭 主耶穌要我們知道 當我們進入天國的時候 他會用什麼方式 他用的不是我們所想的方式 他用的不是我們以為公平的方式 他用的是愛與憐憫 所以在最後一節他說 那在後的將要在前 在前的將要在後 那在後的將要在前 在前的將要在後 所以有時候神所做的一切 不是我們所想像的 不是我們所想像的 所以我們要講 那我們是怎麼樣的 我們是怎麼樣看我們自己的 今天當我們遇到一件苦難的時候 你會覺得怎麼樣 啊我很辛苦 可是有很多的人 當他在受苦的時候 看到別人比他更好的時候 那個嫉妒馬上就進入自己的心裡面 就跟我們剛剛講的那個故事一樣 當他看到他的鄰居有兩千是癢的時候 那個不快樂 那個不喜悅 馬上就進入到他的心裡面了 親愛的弟兄姐妹 如果有一天 我們真的到神的面前了 我們真的回天家了 我們才知道原來神是一位 憐憫又有慈悲的人 我想那時候你一定會想要挖一個地洞 然後轉下去說 為什麼我在地上的人生要過得這麼的苦 所以我們要知道 神是一個滿有憐憫跟慈愛的人 在十五節 他說難道我用自己的東西 做我願意的事都不可以嗎 因為我做好人你就眼紅了嗎 因為我做好人你就眼紅了嗎 這一群抱怨的工人呢 他馬上告訴神說 欸你真的很不公平 因為他怎麼樣 他認為他是先來的 所以呢他們必要多等 因為他們認為他們已經很用心了 所以他們必要多等 我們知道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我們時常會有這樣的貪婪跟忌妒 放在我們的心中 放在我們的心中 這一切都把我們的喜樂給挪去 我們推翻了原本 那個主人跟我們約定好的 一個影子 我們覺得欸怎麼可以這樣 為什麼他就這樣 可是其實這不是神 早就跟你約定好了嗎 不是主人早就跟你說好了嗎 所以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當我們時常這樣想的時候 我們也會時常覺得 那個在工作中怎麼樣 老闆不是人 因為我們會覺得 欸為什麼他會這樣 親愛的弟兄姐妹 當我們把貪婪跟基督 放在我們的心裡面的時候 你會把所有一切的喜樂蓋掉 你會把所有一切喜樂全部都不見 但是神說 朋友我並沒有虧待你 我並沒有虧待你 所以時常我們當我們覺得不公平的時候 我們要安靜自己 我們要禱告 我們的內心到底是在想什麼 我們的內心到底是在想什麼 我們覺得我們自己到底是怎麼樣的人 我們到底是怎麼樣的人 今天在這一集經文裡面呢 他說了 因為我做好人你就眼紅了嗎 因為我做好人你就眼紅了嗎 在希臘語裡面 你如果用希臘文句翻這一段話 他可以翻成我是美善的 你的眼是邪惡的嗎 我是美善的你的臉是邪惡的嗎 在猶太人 當我們讀真言的時候 你會發現 他很多東西都在提醒我們 貪婪跟嫉妒 是一切罪惡的根源 是一切罪惡的根源 所以當我們是邪惡的 我們看別人自然就會把他想成 是邪惡的 當我們是黑暗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 你也是黑暗的 今天神用這一句話 葡萄園的主人用這一句話 提醒我們 我的美善 我是美善的 你的眼是邪惡的嗎 我因為我做好人 你就眼紅了嗎 你就眼紅了嗎 親愛的親兄姊妹 我們要求神開我們的眼睛 因為愛是不嫉妒 不爭狂 我覺得這一個寫得很好 他有三根頭髮 他有四根 可是呢 他有嫉妒他嗎 好像有 但是這個上面寫的是什麼 愛是不嫉妒 要記得 在我們愛的真諦裡面 他有說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 愛是不嫉妒 所以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我們要想這一個問題 我是美善的 你的眼是邪惡的嗎 如果我們覺得神不公平的時候 你一定要記得 神對待每一個人 必定是因著他的需要 就如同最後面那個工人 他需要的時候 神就恩待他 在鐵錢五章十六節到十八節 他說要常常洗 認不住倒抱凡是些人 這是我們前幾個禮拜的經文 要常常喜樂 不住倒抱凡是些人 今天主耶穌要我們在這個 比喻裡面學什麼 我們要有一顆感謝的心 我們要有一顆感謝的心 在這個功能 當他在外面排隊的時候 我們會羨慕什麼 為什麼他這麼晚才進來 他還領這樣的一個錢 親愛的弟兄姊妹 有可能最後面進來的那個人 也會為前面的那個人抱不平說 欸他坐那麼久怎麼才領這樣的錢 他坐那麼久怎麼才領這樣的錢 但是 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這個在外面等那麼久的人 他內心受了多少煎熬 當他在外面等的時候 他心裡想 欸到中午的時候怎麼還沒有人來 到下午兩點的時候怎麼還沒有人來 三點的時候沒有人來 四點沒有人來 你會心裡覺得怎麼樣 應該沒有希望 他的心裡要受什麼樣的打擊 怎麼辦 我的家人很缺這個錢 怎麼辦 為什麼我還是找不到工作 為什麼還是沒有人要來聘請我 但是那個往前 頭起出 就進到葡萄園工作的時候 那個人有什麼恩典 他從早上就知道 他下午一定能得到那個祝福 那個贏錢 他從早上就知道 他們家今天不用煩了 他從一進去的時候 他那個經濟壓力的重擔 就卸下 但是站在外面的這個人 他要等多久 他要等很久 他要長一次一次一次 又一次的失望 甚至到最後面絕望的時候 那個內心的壓力 是我們不能體會的 但是神因著憐憫跟慈愛 就邀請他們進來 一起工作 所以在這個葡萄園的比喻裡面 提醒我們 忍耐到底必然得救 當你一進去的時候 你開始做工 你忍耐到最後 你一樣可以得到那個 一個影子 但是他也要告訴我們 凡事寫恩 當你最後面進來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得到一個很大的祝福 當你忍耐到後面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得到一個很大的祝福 在早上進來的工人 他們是得到一個很大的祝福 他們是得到一個很大的祝福 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 第三個代將節 是提醒我們要喜樂 提醒我們要喜樂 今天當我們不喜樂的時候 我們要宣告 神的愛在我們的心裡面 我們一定要看見神是美善的 我們一定要知道 神是沒有虧待任何人 他必定一定因著別人的需要 而去幫助他 而去幫助他 這兩個人呢 是潘霍華跟德雷莎修女 都是非常有愛心的人 德雷莎修女呢 他是一個很貧苦的人 可是他用他的愛幫助了很多人 那這個潘霍華呢 他因為納粹黨 所以呢 他離開他原本住的地方 回到另外一個國家 但是他被關起來 他被關的時候 他有寫了一個東西 他寫了玉中書簡 他在裡面寫說 上帝沒有辦法看到我們不喜樂 所以當他每天在吃飯的時候 他就很喜樂 在關他的那個人 就提到了一點 他說他很少看到被關的人 還那麼喜樂 因為他知道 生命是在神的手上 今天我們擁有這個生命 都是神所賞賜的 今天我們擁有這個祝福都是 不管我們在苦難裡面 神都會因著我們的需要 預備給我們 神都會因著我們的需要 預備給我們 所以親愛的弟兄姐妹 最後給我們看這一張圖 在一個眼睛裡面有一個愛心 我相信當我們凡事感謝的時候 你就會常常醒了 因為你知道 神會因著人的需要 加給那個人 神會在軟弱的人的身上 給他助 神必定會看到我們一切所需要的 甚至大大的給你助 有可能你今天就是站在那個 等到 欸我已經快沒工作了 但是神在最後面跟你說 你進來吧 你進來 所以親愛的弟兄姐妹 因為真正的喜樂是打從心裡的 真正的喜樂是從心裡面出來的 因為你知道 神必定知道 你的一切的需求 我們一起來唱 我們今天的回應是 聖靈的將和 在你口座前 有你的全民誰有空 我們今天來 千悲的光臨雄 在你口座中 有滿足的喜樂 我們今天來 只有運行著 在你寶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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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道生命水流 我們今天來 千悲的光臨雄 在你口座中 有滿足的喜樂 神明請你來 自由運行著你 聖靈的將和 神明的將和 有阿樂 自由有沒有在這地 在我的淚裡面 神明火水不停息 神明的將和 自由擁有到無盡 我們懷疑你 神明我們愛你 這首歌 他的名字叫做 聖靈的將和 我相信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我不知道你有被聖靈感動過 但是如果你沒有的話 你一定要邀請聖靈 在每一個時刻跟你同行 因為當你最難過的時候 他會用他的話語 他會用神的話語提醒你 他會讓你得著自由 得著喜樂 這首歌我們可能排不熟 但是我們可以一起來唱 如果你不熟的人 你也可以聽一次 我們一起來唱這首歌 在你包座鞋 又遇到生命水流 我們敬虔來 千輩等候你一首 在你同在中 要滿足你喜樂 神明起來 自由一心 在你包座前 有一道生命水流 在你包座前 有一道生命水流 我們敬虔來 千輩等候你一首 在你同在中 要滿足你喜樂 神明起你來 自由運行這裡 神明的江湖 神明的江湖 有阿德 自由永遠在這裡 在我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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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明脫水不提醒 神明的江湖 自由永遠到無盡 我們懷疑你 神明我們愛你 親愛的弟兄姐妹 在這個歌詞裡面 他說 在你的同在中 有滿足的邪惡 聖靈請你來 自由運行在這地 聖靈的江湖 流阿流 自由永遠在這裡 你在我裡面 生命活水有我聽行 我相信當我們在覺得 我們不公平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邀請 神的安靜度 我們的心裡面 如果我們沒有看見 神的美山 如果我們沒有看見 神那個美好的子役的時候 其實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我們常常會被 許多不公平的事情給影響 因為你會覺得 為什麼會這樣 但是當你知道這一切 都是神的美 神刻意安排的時候 我相信就算你得到那個因子 你知道那一家人 也可以跟你同喜樂的時候 你會有多麼的開心 親愛的弟兄姐妹 你可以想像 如果台灣 這麼多的人口 每一家的人 都很喜樂 你不快樂嗎 你一定會跟我一樣 每天出去 哇 大家都是非常的開心 所以 當你看到別人的喜樂的時候 你反而要為他的喜樂獻上感謝 因為神祝福在這塊土地上 神祝福在你的所居住的地方 甚至神祝福在你的家族裡面 神祝福在這塊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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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祝福在你身遊 神祝福在這塊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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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却有一道神秘水流 我们进前来 前辈的后领受 神秘与我们套战 神秘同在中 要满足的喜乐 神秘轻与丹 自由与行车 圣灵家和道 圣灵运动手 圣灵的江河流 阿流 自由永远在这地 在我一边 神灵火水不停息 圣灵的江河 自由永远到无尽 我们怀祢 神灵火水不停息 圣灵的江河 刘灵运动手 圣灵的江河 自由永远在这地 圣灵的江河 自由永远到无尽 圣灵火水不停息 圣灵的江河 自由永远到无尽 我们怀疑祢 圣灵我们爱祢 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亲爱的圣灵 愿祢叫祢在我们的当中 亲爱的天父上帝 谢谢祢总是把最棒的恩典 赏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主耶稣 我们要在此看见 祢的祝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运行 我们要看见 祢放在我们手上那妈妈的恩典 是满意到多出来的 我们要为这一切献上感谢 主 我们知道很多时候 或许我们只看到我们自己的需要 而忽略从祢来得住 主耶稣 谢谢祢透过今天的经文 再次提醒我们 祢对我们的爱永远不变 祢让我们时常的抱怨不再出现 因为我们知道祢是一个公平的神 祢是一个满有爱 满有怜悯 满有慈悲的神 谢谢主耶稣 照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都为我们预备 都准备给我们 我们再次先上我们的祷告 这样的祷告 都是奉耶稣基督生命 阿美 请坐 请我们来 回忆心 给我们的爱